拿起气泡酒大力敲向舰手 为皮尔号祈福 近日美国最后一艘独立级禁案作战舰 在阿拉巴马州奥斯塔造船厂 举行直评命名仪式 正式授名皮尔号 成为美国造舰计划中 海军第38艘禁案作战舰 也是美国海军第二艘船舰 以南达科他州首府皮尔号命名 我们努力保证 皮尔号跟她的姓舰舰 继续超过他们的 运动挑战舰舰 每天的独立级禁案作战舰 皮尔号由通用动力公司所研发 全长128公尺 最高时速74公里 舰上能搭载75名官兵 作战半径更长达6500公里 皮尔号为守护美国禁案海防 再天生力军 上帝国军主席 谢谢你们做的 Go Navy Go LCS 美国独立级禁案作战舰 造舰计划在皮尔号登场后 正式画下据点 也为美国海军历史 开启崭新的一页 三立新闻参谋庭报导